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游日推广一晚住宿药价300万日元 到西日本产地品尝现烤衣食龙虾 往来搭乘专属直升机 一名帕金森是患者脊椎直入神经一支 刺激腿部肌肉 不用靠辅助行走 大大提高行走能力 还能走路运动 观看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来看的是加萨走廊不幸 罹难的人数已经确定破万人 更有人把加萨走廊认为是儿童坟场 表示哀悼跟悲气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无专组织哈马斯 已经开战满一个月了 目前至少罹难的人数里面 万人当中将近一半 4100人是孩童 联合国痛批加萨是儿童坟场 以色列的军队上个周末 轰炸救护车队和加萨主要的医院周边 所以伤亡越来越惨重 那么以色列的说法是 就是要剿灭哈马斯 另外关闭了整个拉法关口 让人道救援物资现在没办法进到加萨 而已经空袭的密度与力道也越来越大 加萨北部每一个幸存的巴勒斯坦人 都几乎已经是惨遭灭门的命运 他们的悲愤对以色列恨之入骨 最后一次抱着长子坐在前座 竟是心碎的告别 这位巴勒斯坦记者只剩妻子 一位亲人存活 加萨卫生部门给的数字 美国国务院认为有夸大之嫌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在内阁会议上 忍不住哭泣 粗估上万名罹难巴勒斯坦人中 至少4100人是儿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痛批 加萨已成儿童坟场 十月四日清晨 加萨一家儿童医院 与一家联合国经营的学校都惨遭空袭 造成伤亡 以色列军队完全否认 11月3日 以军空袭加萨西法医院的救护车队 沙德是其中一名原本要被送往埃及治疗的重伤患 但车队被袭击两次 15人罹难60人受伤 他只能带着更加重的伤势回到西法医院 以军却又轰炸这家医院大门口 护理师巴拉卡一天内三次死里逃生 以色列指控当天救护车里 载着哈马斯士兵与器材 多国谴责都无法让以色列停火 华尔街日报并且披露 美国计划提供以色列更精准的滑翔炸弹套件 但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对此报道都没有回应 邻国约旦尝试空投医疗物资进加萨 台北时间11月7日清晨 以色列军方宣布抵达加萨地中海沿岸 完全围住北加萨 看见惨况为何不逃 加萨七成人口已逃离 人留在加萨北部的不是缺少交通工具或燃料 就是无处可投奔 西法医院周边挤了五万人 满街帐篷连医院走廊都睡满人 尽管随时可能被空袭 所有人仿佛都豁出去了 开战以来平日持通行证前往以色列工作的 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也被当人职囚禁 最近一批获释者指控遭到虐待 除了不给食物得不到医疗 甚至遭到电击与殴打 以军将他们蒙眼捆绑 得意洋洋唱歌取笑 并拍影片放上社群媒体 至少1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古特瑞斯再次直指以色列 对东耶路撒冷是非法占领 11月6日上午 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社区一名16岁少年 攻击两名以色列警察当场遭击 以哈开战以来 以色列军警在约旦河西岸 也杀死至少140位巴勒斯坦平民 这起攻击事件则让以色列 有理由关闭所有 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大门 整个耶路撒冷城内高度戒备 很难预料冲突是否会蔓延到 这个多种宗教的圣地 而以城废墟的猎狱加萨 许多人都不知道能否活到明天 这些哈马斯的战争 他召唤 这些哈马斯的领导 他在英文里 南波汉尤尼斯街上的难民帐篷中 这位巴勒斯坦妇人觉得自己备受上天宠爱 她原本早就逃离北加萨 因为舍不得一气宠物鸟又冒险回去抢救 在巴勒斯坦人眼中 以色列人才是杀红了眼的恐怖分子 开战30天 以色列依然救不回大多数人职 传出以色列与埃及协商 开放西奈半岛收容难民 但遭到拒绝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只表示 战后以色列将无限期负起加萨的全面安全责任 听在周围阿拉伯国家耳中 就是占地不留人的明显意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关心亚洲的空污 而现在的雾霾集中在印度向外扩散 因为进入秋冬 印度是大量焚烧农作废弃物 本来就有汽车废弃 冷空气一凝结 使得印度从德里地区开始笼罩厚厚雾霾 首都新德里许多公司居家办公 这个星期小学全面停课 有板球世界杯大赛在那里举行 比赛队伍取消练习 知名地标太极马哈林 已经被雾霾全部遮蔽 很多游客什么都看不到 而外籍游客发现全程呼吸困难 隐约看见建筑物的形体分不出颜色 印度知名地标太极马哈林 被一层厚厚厚雾霾笼罩 游客左看右瞧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欣赏这片风景 印度北部空污情况不断恶化 厚厚雾霾几乎吞没了北方邦的阿格拉城 观光客看不到美景 联想拍张照片留念都很困难 首都新德里的空气品质看板 从上周开始 PN2.5的数值飙到500的严重等级 空气品质指数来到308 属于非常不健康 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榜首 新德里地标印度门前 仍有不少外国观光客 但每吸一口空气都让人觉得不舒服 每年进入秋冬时期 印度的天空就变成这样雾茫茫 因为气温骤降冷空气凝结 把建筑物灰尘车辆排放的废气 和燃烧的浓作物接杆灰烬 全部滞留在空中 让当地呼吸道疾病病例保增 由于空气污染实在太严重 德里政府出动一万八千辆洒水车洒水 工地也暂停施工 希望改善空污情况 大部分公司好准备 行号实施居家办公 德里教育厅宣布小学停课时间延长到10号 中学可依学校规定改为线上上课 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 对运动员来说更是一大伤害 正在新德里举办的板球世界杯 孟加拉国家队队员带着口罩进行训练 对手斯里兰卡更被迫取消了练习行程 严重影响6号登场的比赛 比赛这天两队的球迷不为空污大举出动 原本担心比赛可能延期或取消 但主办单位除了洒水净化空气 也在两队球员更衣室加装空气清淨机 才让比赛顺利进行 印度民众被迫在这样的空气品质环境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这种情况将使印度人民平均寿命 减少5年以上 但农民每年这时候还是大量焚烧农业废弃物 不断散发黑烟 在印度郊区的稻田是很常见的光景 孩童就在焚烧草堆旁玩耍 吸入大量农烟残害健康 但农民无奈表示这是最省成本的做法 族用机具成本太高 农民为了养家活口只能这么做 但他们何尝不想为家人的健康着想呢 夏马的叔叔已经高龄74岁 患有气喘必须靠药物治疗 每年秋冬农作废弃物焚烧时节 对他来说就像是酷刑 连呼吸都很困难 印度气象单位预估由于冷空气持续 雾霾情况可能还会维持两到三周 首都新的里将在13号开始 事办单双号车辆现行措施 盼望改善空无情形 第5BS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北京这个外交舞台 最近一党一党的戏上演 澳大利亚总理班艾班尼斯 星期二结束了四天的中国访问 他和中国大陆总理习近平的会晤 两人对于终结 三年来的贸易战已经达成共识 澳中同意要重启总理的年度会晤 另外澳洲双方除了经贸重启之外 共事并不多 澳洲军方更选在 艾班尼斯访中前夕派军舰进入南海 明显在安全战略上 还是选择和美国同编 那么北京也派出了 麾下最高财经官员要访美 这都是为了月中的拜席会 营造友好的氛围 而北京还很积极推动 中美的民间交流 想借着关冷明热的氛围 争取更多的运作空间 对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来说 周二结束的四天中国行 除了让双边贸易关系 重新回到稳定轨道之外 当天稍早与大陆总理李强的双边会谈 更确认了两国将重启 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前一天艾班尼斯还在与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会谈中 重申贸易自由流动撤除障碍与壁垒的重要性 并且强调当两国存在分歧时 就更需要保持沟通 习近平一方面肯定中澳关系的健康稳定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却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美国主导的经济科技 制中政策强调对中国主体小院高强 搞脱钩锻炼或去风险都是保护主意 违背市场规律 暗示澳方不应该跟随 这趟访问虽然是澳洲总理七年来第一回踏足中国 但对埃班尼斯本人来说是他上任17个月来第二度与习近平会谈 他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形容 会谈负建设性 但双方明显没有达成太多共识 不但澳洲民众关切的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 能否获得中方释放上没有任何结论 就连北京高调指称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也被埃班尼斯委婉调整 两国虽然在缓解贸易战上达成一定共识 但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战略与安全议题上仍然充满防备 尤其是澳洲军方选在埃班尼斯访问中国前夕 派遣飞弹军逐舰进入南海 并且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和纽西兰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 凸显澳洲仅跟随美国制止中国改变现状的态势 对北京当局来说 解除对澳洲的贸易关税壁垒 既能让疫后复苏乏力的国内经济得到相对便宜的 煤矿、大麦等原料溢注 又有助于塑造自己宽宏大度的姿态 再加上国内经济疲软 注定让重新开放的中澳贸易 不可能出现狂买澳洲货的情况 可说是会而不费 因此中方今年初开始放松澳中产品进口之后 前十个月澳洲产品进口成长仅8.4% 增长幅度远不如去年关税壁垒下 导致的12.7进口衰退幅度 除了在中澳关系融兵上精打细算 北京当局与美国的关系修复也充满自家算计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星期三起访问美国 上月刚接替刘鹤成为习近平 辖下首席财经决策高官的 大陆副总理何立峰 周四将在美国旧金山与财长叶伦 展开一连两天的会谈 成为继外长王毅 气候特使谢震华之后 中方晋级第三位访美高官 这场美中财经论坛 不论时间地点都紧贴着旧金山 APEC峰会 外界相信会谈主要是为了 本月中将开展的拜席会 营造友好氛围 尽管美中高层互动 更像是一种行李如一的表态 透明度与实质内容都相对缺乏 但在官方之外的民间 或者准民间互动 北京当局却是积极推进 例如上周五在江苏苏州举行 有两国姐妹是共同参与的 中美友成大会 北京当局就透过官媒与外交胡舌 持续对内外喊话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美友成大会致信 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我们也希望美方同中方向下而行 为两国地方和民间交往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北京当局借由营造中美关系 明热关冷的氛围 向美方表态的同时 也为自身争取更多运作空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川普又来了 又focus到川普 川普似乎是又来乱了 但是他必须要出庭 那这阵子呢 由于美国处理以哈之间的嫌隙 那么拜登呢 谨守对于以色列呢 还是力挺支持的态度 只是呼吁他们能不能暂时性的 为人道危机暂时停火 引起美国很多声援巴勒斯坦百姓的群众不满 让川普的竞选声势呢 现在下跌 而让拜登的竞选声势下跌 而川普在某些州呢 甚至以目前的民调是超越了拜登 那么这使得川普好像得到新的底气 他这次是因为涉嫌服报房地产价 换取银行贷款 因此诈欺罪出庭 他出庭的时候采取不合作态度 在庭上不回答检方提问 另外呢 把法庭当作造势的舞台 他大声呛法官和检察官说 他们都是民主党员 法官警告他收敛 否则将他赶下证人席 一般认为川普被定罪的几率很高 而纽约州的检察长 求储川普超过两亿美金的罚款 吊销纽约房产经营执照 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川普的地产亡国将会全面崩溃 美国前总统川普 涉嫌服报房地产价值 以取得银行贷款 遭纽约州检察长 以民事诈欺罪起诉 六日川普出庭作证 采不合作态度 在庭上不但不回答检方提问 还把法庭当成竞选造势场合 批评法官和检察官 是民主党员对他进行猎污 法官对川普的律师提出警告 如果委托人不好好回答问题 把法庭当成政治造势 他就要把他赶下证人席 检方攻防的焦点是要证明 川普在清楚房地产实际价值的情况下 同意福报财产 像是2016年财报中显示 纽约川普大楼的价值为3.27亿美金 但隔年房价就下跌超过2亿 川普坦承 纽约大楼房价被高估 但他变称其他房产被低估 像是佛州的海湖庄园 川普表示所有集团的财报 全交由助理和会计公司处理 自己只是偶尔过目 给点建议而已 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 向法官求储川普2.5亿美金的罚款 并吊销他在纽约州 经营房地产的执照 川普无诞败诉 他在纽约的地产生意将全面崩毁 法界人士认为 就目前的证据 还有川普惹恼法官等不利的条件 几乎可以确定他摆诉 川普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干脆把法庭当成造势场合 号召他的支持者 除了川普本人和集团 三名涉足家族房地产事业的成年子女 小唐纳川普 伊凡卡和艾瑞克也都一并被起诉 近日他们也陆续到法庭作证 口径与父亲川普一致 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将事业全交由两个儿子打理 张子小唐纳川普原本掌管高尔富球俱乐部 现在则是集团实职领导人 女儿伊凡卡已经退出家族事业 川普还有多起联邦法官司缠身 而且证据都对他不利 如今唯一可脱身的方式就是当选总统 所有官司就可以暂停进行 民事赔偿官司除外 目前川普在六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 五个州赢过总统拜登 不过纽约时报做的一项民调显示 如果川普被定罪 他原本领先的州将全数翻盘 换拜登领先九个百分点 看来法律还是选民信众的一把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在现在的法国伯根地 即使不是红酒收藏家都知道 它在葡萄酒具有领航的地位 同时伯根地还是松露的主要产地 现在正是松露跟伯根地的季节 学习松露的采集过程 是它的观光行销手法之一 而今年酿酒葡萄的收成全面开展 预料是大丰收 暖化其实越来越严峻了 所以伯根地为了保持领先地位 他透过改变种植方法 改良新的品种来守住 它的现有地位 猎犬顺着味道迅速跑进森林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从土壤中挖出了珍贵的松露 法国伯根地松露采收季节 如火如荼展开 不过光是要找到它 可就不容易 伯根地富含石灰岩的土壤正适合松露生长 一间业者出动三十只松露猎犬 在横跨两百公里的狩猎场中寻觅 锁定埋在靠近树根的地底 欧洲如今松露的采集 多以猎犬取代母猪 因为能减少松露被一口吃掉的风险 而其中又以这种意大利品种 最适合这份工作 由于产量稀少 松露小小一颗要价不菲 在欧洲最便宜的夏季松露 每公斤售价约500欧元 不耕地的要1000欧元 而黑松露甚至可达1000至3000欧元 从九月初开始 勃根地最著名的酿酒葡萄收成也全面展开 而且预计迎来大丰收 天才刚亮 工人已将一篮又一篮的葡萄放上卡车 业者表示 由于葡萄采收的时间点必须相当精确 太早会过酸 太晚则会过天或者腐烂 因此必须与时间赛跑 业者今年从世界各地请来工人帮忙 由意大利 格斯大利家 甚至还有人从卡麦隆远道而来 接下来其中一部分的葡萄将被运往附近的酿酒厂 先将叶子和金赤除 再把果实压碎成汁 酿酒师已经能预见今年将会是一个好的年份 不过随着气候升温这样的前景还能维持多久 今年葡萄藤上的花苞提早一周出现 采收季则提前大约一个月左右 业者坦言未来伯根地可能不再适合黑皮诺生长 必须改正其他葡萄品种 对此 伯根地葡萄委员会已启动30项研究计划 透过短期嫁接不同藤蔓根部到长期的改良品种 来帮助产业适应新气候 同时葡萄农也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透过不修剪叶子和杂草的方式来帮助葡萄适应 全球进入沸腾时代 酒庄和科学家也正合作努力 确保伯根地葡萄酒的地位不从高碳跌落 TVB新闻总和报道 你会发现全球医学界对于帕金森市镇 或者是阿兹海默症 失智症 目前各种研究运用科技的结果越来越翻新 而关注焦点是因为人口的结构老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脑部跟神经退化疾病 感觉越来越常见 今天的振奋消息是 有一个帕金森市的患者 接受瑞士实验性疗法 在脊髓植入神经抑制 不断刺激腿部肌肉 而这个患者已经不用靠辅具 就能够站立行走甚至上下楼梯 而澳大利亚是针对失智症的朋友 设计了友善的活动空间 也足以让世界各国各地参考 自信的迈开步伐向前走 就算转身也不怕跌倒 这名63岁的男子高提耶 在瑞士接受最新医疗科技协助后 行动能力大幅提升 高提耶在三十多岁时 被诊断出帕金森市症 随着病程发展逐渐出现 颤抖四肢僵硬 平衡与协调困难等症状 尽管和多数患者一样 接受了多巴胺和深部脑部刺激治疗 但在行动上仍有局限 一直到2021年 瑞士的洛桑大学团队找上门 在他的脊髓植入了由电脊组成的神经抑制 这个装置能和装在腹部皮肤下的电脉冲产生气结合 刺激脊髓运动神经 严重员表示这种植物能和大脑神经细胞一样 向腿部肌肉发送信号 让患者恢复正常行走能力 在过去三年反复开关电脊辅助附件下 现在高提液也能自行上下楼梯 今年稍早同一个研究小组 也使用类似但不同的技术 让一名瘫痪男子恢复行走能力 团队表示接下来打算在明年 对另外六名帕金森是患者进行试验 为更大规模的研究铺路 未来有望造福更多患者 随着人口老化脑部和神经退化疾病 越来越常见 英国一份研究指出到了2040年 英国的失智症人口预计翻倍 达到170万人 比原先预期还高出42% 实质是脑部病变脑功能下降所引起 包含高血压 糖尿病 抽烟 营养不均 脑部创伤等都是危险因子 在全球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下 除了预防也凸显建立实质友善社区的重要性 微博在被诊斩出失智症后 和当地社区活动中心一起 重新设计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活动空间 包含把门漆成不同颜色 帮助辨别 还量身定制每周活动 让失智症者能安全地进行交流活动 在澳洲估计有近50万人失智 打造更包容性的环境 让失智症者也能走出家门 参与社会 对于延缓退化也有帮助 TVB新闻总和报道 好 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去日本 您去日本有没有参加过一种观光 就是海女为您献捞野生的龙虾 踩上来之后马上大弹 这当然要付出极豪式的代价 而这个是专门设计给某一些地方的观光客 日元大扁观光是迅速回温 而日本现在是全力瞄准中东的富豪 大推一个晚上300万日元一晚的高级饭店 或是直奔产地吃线烤活龙虾 而点对点的移动没有地铁 或是会塞的车子 而是专属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 定下目标到2030年的时候 海外旅客年消费额要成长到15兆日元 以目前观光客强强棍来看 是达不到15兆的 因为单客消费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希望靠油钱 就是人家说的这些中东富豪国家 尤其是海湾六国的国外观光客 到日本来消费 日元这便宜 现在到日本玩 游客们安排了多少旅游资金呢 新冠疫情过后 财神爷们回来了 货币汇率阵风低点的日本 要成机会好好冲刺观光收入 带动经济的良好循环 日本政府发现豪雨 2030年要让国际旅客消费年总额 成长至15兆日元 这是2019年疫情前的三倍 想达成并不容易 虽然外国游客花钱不手软 而按照现在的进度 恐怕很难实现15兆 于是日本政府把眼光放到了中东 歌舞技艇霓虹闪烁 红灯区独特的风俗氛围 让两位女孩打开眼界 她们来自阿拉伯联合打工国 是当地颇又名气的网红 受日本观光局之邀 来感受丰富多彩的东洋魅力 邀请中东网红畅游日本 为的就是多赚点油钱 根据统计 海湾六国出国旅游人次 一年超过3600万 其市场规模达上百亿美元 消费能力为全球第五 但是中东人规划海外旅游 普遍首选欧美国家 日本的竞争力远远不及 为了把握金积木 官方除了找名人加持 行程中的实住行 也都走高价路线 首先主族方面 强推四月才开幕的新宿新地标 冬极歌舞技艇塔尔 最高楼的无敌景致豪华房 住一晚至少300万日元 银河中东富豪西家带券 长期旅游购物的消费习惯 说到饮食 日本的烧肉店 菊酒屋 拉面肯定要吃 但对于中东豪华之旅 则是直接杀去产地 品尝海女线捞上岸的野生龙虾 至于景点之间的移动 当然不会安排坐电车人挤人 又如行军一般的风格 金字塔顶端在意 隐私 尊爵感 所以前往下个目的 达持生机就可以了 日本观光产业官民合作 将服务进化至新次元 就是要让中东游客 感受到独树一格的日式款待 以此抓住富豪的心 成为日本死中的旅游份 9月新闻座报道 来看的是 11月还不到10号 中国大陆出现了 断乃式的大降温 就是突然急降16度 范围在大陆的东北部 内蒙古 替气温骤降 而中国的中央气象局预估 这个降温会导致特大暴雪 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黑龙江发布了 今年第一个暴雪红森预警 在加募斯周边 一个旅体育馆 积雪太重 屋顶坍塌 造成了死亡意外 救援人员急忙冲进体育馆 想查看伤亡状况 因为从高空俯瞰 天花板劝塌了 坍塌面积约为500平方米 救援今天凌晨结束 事故造成一人轻伤 三人遇难 黑龙江加募斯市 这个开业六年的体育馆 疑似当地下起暴雪 积雪过多 造成屋顶坍塌 酿成三死一伤 大陆东北部 内蒙古六号起 出现断崖式降温 多地气温 骤降16度 黑龙江省还发出 今年第一个暴雪红色预警 黑龙江省内 目前有31条高速公路 都因为降雪 处于全线封闭的状态 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呢 哈尔滨市教训局 对外发布通知 宣布明天在哈尔滨市 主城区的这些中小学级幼儿园 再停课一天 由于只停课 没停班 不少人还是冒着风雪外出 暴雪对交通来说 根本是场噩梦 为了不让积雪影响交通运输 铲雪车连夜不停运作 清洁人员 驾搬清雪 这雪太大了 我们做到呢 人停 车也不能停 就驾搬驾搭着干 为了方便呢 找西埃娥的市民呢 出行 我们早晨4点钟出来的 因为雪大 我们抓紧干 行人方面 车方便 因为穿鞋 都湿了 在内蒙古铜辽市 则是清雪作业 赶不及 市区积雪达20多公分 车子上路就受困 当地紧急组织 道路救援队 风雪之中 又是推车 又是拉车 十分狼狈 而在辽宁 同样是大雪纷飞 路旁停了一夜的车 全被冻住 雪太大了 这雪太大 这车门都打不开了 哎呀 这老后 这老后的雪 早上全入雾 大陆中央气象台预购 这次降雪强度 总体非常强 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雪等级 雨雪量甚至可能突破 历史同期极值 另外冷空气持续 未来十天将影响到大陆 全国各地 上海一天 气温就降了十度 昨天就是短袖衬衫 然后还是比较舒服的那种天气 今天一下子感觉就是 有那种冬天来的那种 那种感觉了 然后防风衣必须得穿了 7号上海最低气温为13度 冷空气暴动 保暖衣物终于攀到买气攀升 在浙江的皮革皮草大衣批发市场出现销售热潮 从周一到周五大概有一两百个人的客流量 到周六周日的话会翻好几倍 大概就是五六百个吧 平均的销售价格差不多在1500左右 就是增加了三分之一 上游的工厂订单也增长了大约三成左右 而比起皮革皮草大衣市场上更受欢迎的是羽绒服 颜色里有变了 像今年的最流行的马拉德色系跟大地色 然后我们里面原来是做白鸭绒的 现在我们全是鹅绒 上升清 保暖性好 不庸 荣服力添加品质较高的鹅绒成为趋势 就让原料供应的养殖户 扩增白鹅养殖量 还是供不应求 目前我们这种鹅绒是供不应求 就出来多少卖多少 还有打定金过来订 去年全年我们鹅绒的订单 只做了7到85灯左右 今年呢目前到截止10月份 我们已经有190来灯 大陆这波新闻下降 终于有进入冬天的感觉 保暖服饰双机趁势跟着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南韩也是一样变化很大 上个月创下11月高温记录 现在却有首波寒流 周二首尔清晨摄氏3.7度 江源道降到零下6.7度 寒流夹带强劲 风湿体感温度再减5度 一觉醒来草地结薄冰 拿石头一桥就碎 那和上周还在穿短袖 现在却是冷到发抖 江湾 철炎的最低気温 温中部汉中部汉内陆多个区域发布今年秋季首个 寒流预警 这回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预计周三气温还会更低 周末首尔清晨温度有望低于冰点 由于在这之前气温偏暖 可能下周出前首都就能降下出雪 另外还得小心强劲风势 经济道已经刮起强风 16层楼高建筑外墙波落摇摇欲坠 首尔宏大地铁出口外 钢筋架青岛 撒中两名路人一人心脏骤停 同一天朝鲜半岛西南部 全罗南道刮起81年来最强风 大树不敌风势连根拔起横塘 阻碍道路通行 TVB的新闻听不到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